接着等你来看到教师节即将到来 市长卫家宴分别前往民意国校 以及国风国中 制赠警师礼 向辛苦的教师们来表达敬意 而花莲施工所今年准备了 1700多份的礼券 在教师节的前夕 制赠给花莲市内的高中 国中小以及市立幼儿园 共30间学校 并由校方协助来转达送给教师们 感谢他们平日的辛劳以及奉献 教师节即将到来 市长卫家宴在民政课长 潘唐胜的陪同项 分别前往民意国小 以及国风国中制赠近师礼 卫家宴说 每一位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力 都相当深远 除了课业的教授与指导 更是人格养成 或是成长道路上的重要贵人 并且预祝全天下的老师们 教师节快乐 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想是教师节的一个前夕 那也来到了我们民意国小 以及国风国中 来发放我们的教师节的一个礼券 那也在发放教师节的礼券当中 也给我们所有的教师 一个教师节的一个贺考 那在此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教师 这一年来辛苦了 那我们一年当中也遇到了地震 遇到了台风 大家都辛苦了 那在这边 我想教育是百年大祭 我们会持续的来关注我们所有的幼儿 所有的各单项 音乐 艺术 文化等等的一些 我们可以办理的跟学校一起合作的一些活动 那在此再次的要谢谢我们的校长老师们 教师节快乐 今年花莲市公所准备了1700多份的礼券 在教师节前夕 资赠给花莲市内高中国中 以及国小市立幼儿园 共30间学校 并由校方协助转送给教师们 感谢他们平日的辛劳跟奉献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